《馬太福音》 第21章 23至46節 耶穌回到聖殿 正教導人的事後 祭司長和長老前來真問他 你憑什麼權並做這些事 是誰給你這個權並的? 耶穌說 如果你們回答我一個問題 我就告訴你們我憑什麼權並做這些事 約翰施鎮的權並是來自天上 還是僅僅從人哪裏來的呢? 他們就一起商議 如果我們說是來自天上 他一定會問我們為什麼不相信約翰 但如果我們說那僅僅是從人哪裏來的 我們就一定會受到眾人的圍攻 因為他們都相信約翰是先知 最後他們這樣回答 我們不知道 耶穌說 那麼我也不告訴你們 我憑什麼權並做這些事 你們怎樣看這件事?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他對大兒子說 孩子 今天你去葡萄園幹活吧 兒子回答 我不去 後來他改變主意 還是去了? 父親又對小兒子說 你也去吧 他說 好的 父親大人 可是他並沒有去 那麼兄弟倆到底是誰聽從了父親呢? 他們回答 大兒子 於是 耶穌解釋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腐敗的歲官和娼妓要給你們先進入上帝的國 因為施朕約翰來向你們指明生命的道路 你們不相信他 歲官和娼妓卻相信了 你們已經看見了這一切 卻還是拒絕相信他 不肯從罪中悔改 你們再聽另一個故事 有個園主開肯了一座葡萄園 在四周築起圍牆 又在園中畫了個池子來壓榨葡萄汁 還見了一座看守的塔 後來他怕葡萄園租給電籠 就到國外去了 到了收葡萄的季節 便派伯人去收取他自己的那一份 那些農夫卻抓住園主的伯人 打傷一個、殺死一個 又用石頭襲死一個 園主派更多的伯人去收 結果還是一樣 最後 園主派他的兒子去 心想他們一定會尊重我的兒子 可是那些電籠 看見園主的兒子來了 就相已說 這處產業的繼承人來了 來 我們把他殺了 把產業奪過來 於是他們就抓住他 把他拉到葡萄園外殺了 耶穌問 葡萄園主人回來後 你們認為他會怎樣對付那些電籠呢? 宗教領袖回答 他會毫不留情地 殺死那些惡人 再把葡萄園租給其他 按時向他交納收成的人 耶穌又問他們 你們難道沒有讀過這段經文嗎? 公像雕氣的那塊石頭 現在成了防國的基石 這是上主的作為 看起來真是奇妙 我告訴你們 上帝的國要從你們那裡奪走 此給一個能結好果子的民族 誰被這石頭叛倒 誰就會摔得粉身碎骨 這石頭吊在誰身上 誰就會被襲得欺難 祭司長和法利塞人聽出 耶穌這個比喻是針對他們說的 他們就是那些可惡的電籠 他們想逮捕耶穌 卻又害怕民眾 因為大家都認定耶穌是先知